最後是一個小事情 我說小是因為就客聞的重要性而言小 不是在現實生活的問題小 現實生活的問題要大 就是污染物如果進到地下水體 就會造成地下水的污染 有什麼來源呢 家庭污染 就是你每天洗澡啊 洗菜啊 洗米啊 這些東西的叫做家庭污染 以後我們講水污染會再提一次 事業廢水 公司航號 公司航號 工廠所製造出來的 農畜業 養豬的 養雞的 養鴨的 豬屎 豬尿 雞屎 雞尿那種 這些農畜業的廢水造成的問題 還有其他 這些東西呢 這些髒髒的不好的東西 如果進到了地下水體 就會造成地下水的污染 剛才跟你講過了 你如果把它污染了 你的麻煩就大 基本上就要沒救了 基本上就沒有救了 所以你要很小心 要很注意 所以呢 我們要說你要一起來 政府跟民眾一起來管制 及維護珍貴的地下水 然後呢 不要抽太胸 超抽地下水 但我講過了 問題有時候很難嘛 雲林彰化那邊的問題 到現在基本上也很難解決 怎麼解決那邊的替成 下線的狀況 明明就知道因為超抽的關係 可是要解決得很困難是 就是說法要說你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來 大家一起來維護 大家一起來管制 再來就是要小心 不要弄髒 好 注意環境的保護啊 垃圾也埋場啊 核備料儲存場等等等等 都要做好一些調查跟預防措施 避免污染地下水 這個兩個照片 看一下就好 如果你有注意到新聞 看一些東西 都曉得 我們那個垃圾掩埋場 在掩埋垃圾的時候 都會先鋪上一層防水布 然後再把垃圾堆上去 壓壓弄弄 鋪上一層防水布 幹嘛 因為垃圾在裡面會有很多 所謂的滲流水 很多垃圾知道算是水 要滲流水 這些滲流水都非常的髒 非常的髒 所以我要隔一層防水布 不讓那些滲流水直接跑到地裡面去 滲流水去 震到地下去 就要放那些防水布 我另外把它收集起來 另外把它處理掉 所以要墊上一層防水 垃圾也埋場啊 要注意啊 還有地質調查啊 要有預防措施啊 裡面也污染地下水 所以要告訴你這件事情 要小心注意 避免污染地下水 好就是跟你們講過了 就課文而言 就考試而言 這是一個小事情 不太重要 但在現實生活裡面 這是一個大問題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行練習